约伯纪第七章 人在世上岂无征战吗? 他的日子不像故宫人的日子吗? 向奴仆切目黑影,向故宫人盼望公家 我也照样经过困苦的日约 夜间的疲乏为我而定 我躺窝的时候便说 我何时起来,黑夜就过去呢? 我尽是反来覆去,直到天亮 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尘土为一 我的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 我的日子比缩更快 都消耗在无指望之中 求你想念,我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 我的眼睛必不再见福乐 观看我的人,他的眼必不再见我 你的眼目要看我 我却不在了 云彩消散而过 照样人下阴间也不再上来 他不再回自己的家 故土也不再认识他 我不禁止我口 我灵愁苦 要发出言语 我心苦恼 要吐露哀情 我对神说 我岂是阳海 岂是大鱼 你竟防守我呢 若说 我的床必安慰我 我的踏必解释我的苦情 你就用梦惊害我 用意向恐吓我 甚至 我宁可噎死 宁可死亡 胜死留我这一身的骨头 我厌弃性命 不愿永活 你认凭我吧 因我的日子都是虚空 人算什么 你静看他为大 将他放在心上 没早检查他 时刻试验他 你到何时才转眼不看我 才任凭我咽下唾沫呢 剑察人的主啊 我若有罪 与你何妨 为何以我当你的剑靶子 使我咽弃自己的性命 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 除掉我的罪孽 我现今要躺卧在尘土中 你要殷勤地寻找我 我却不在了